近一看他们一个一个都是 瀕临绝种的缆吸龟 这一次的暴毙数量多达300只 初步研判他们很可能是被鱼网缠住而死掉的 其实在前一段时间 这个海域也曾经有100多只的缆吸龟死亡 这也让他们本来就瀕临绝种的物种危机 更添了一层 好 这一次在中南部水患的时候 由大爱感恩科技所提供的防穿刺的鞋垫 在很多灾区帮上了大忙 因为只要把鞋垫放进鞋子里头 在打扫的过程就不怕踩到铁钉了 就是基于这样长期的发挥